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想看最新的节目 请按这个钟 订阅《公联业华》YouTube频道 各位观众 欢迎收看新一集《公联业华》 香港公共事业工会联合会 客客有港灯、煤气、中电、电影四间企业工会 上个月问卷调查发现 超过两成反应是没有人工 五成半加薪的幅度是少于3%以下 所以今集《公联业华》请来公联会副理事长 兼且亦是香港公共事业工会联合会的副主席 孔继鸣 明哥 成哥 你好 去讲讲四企员工的诉求 明哥 可否分享你做的问卷调查 发现了有什么数据 其实问卷调查我们收回复 有1700多份 有四间工会的会员 里面大概有五成半的 可以刚才所说有五成半的员工 因为不是属于哪一家公联 所有的员工 受访的员工 有五成半加薪在3%以下的 其中有22%左右 就是说是零加薪的 所以我们的问题也是问同事来年的加薪数 他们也是超过55% 是要求6%以上的加薪 所以我们今年提出 是不少于6%的加薪 即是说四企员工普遍的诉求 都是要求明年的加薪是不少6%的 没错 其实有没有什么因素 要求加薪的幅度要6%以上呢 其实我们为什么会有提出这个6%呢 其实我们根据我们本身国企 在招聘人才的那个起身点那里 来这个机电业那个中位数 距离一个几个远的 所以我们除了每位 每间公司 除了每间公司要求加薪是要6%呢 除了每年的通胀以外 就是要追回以往这么多年 落后了的那个加薪幅度 其实我见到公营服务 其实这几年的加幅都很高 当然其中有两间 有今年刚刚宣布说来年就会去减 但是其实在疫情之下 其实在行业里面的四企 当中的调整他们的加薪幅度呢 在疫情之间这几年有没有影响呢 其实这几年都会有影响的 因为有些企业在这个疫情里面 曾经是动身的 是尝试过动身的 但是我们横顾几间企业 过往这几年就算在疫情里面 他们的盈利是没有负增长的 全部是正增长的 的而且确是减少了 可能是给他往年的业绩 稳少了十几二十个percent 但是他不是负增长 每年最少那间都有几十亿的盈利 所以我们要求就是要与员工分享成果 其实过去这四企里面 普遍员工的苦放入会是怎样 可不可以说一下呢 首先我说最苦那间 最苦那间就是电营 电营为何我们说过最苦呢 因为其实我们在问卷调查里面 收到有94个percent左右 员工对公司的归属感 是非常非常之低 是说到没有的 而有四成多的同事 他们不获加薪 是的 变成在电营在这间企业里面 员工里面他们的归属感是最低 要求希望加薪的希望就是最高 因为他以往不得到这样的加薪 还有他发布加薪的情况是强差人意的 是不能够有一个明确的日期或者时间 让同事知道我今年是究竟有没有获得加薪的 所以其实我们首先说电营这间是比较差一点的 关于港灯和中电煤气 他每年都有一个定期的公布加薪的日期 例如港灯是在1月1号 中电是在4月1号 煤气是在7月1号 我们每间企业 工会都会跟企业里面沟通的 除了电营 因为他真的没有跟我们工会有任何沟通的 拒绝跟我们沟通的 另外三间企业 我们都会跟他们沟通的 但是我们只是跟他们提出要求 还有这次国企也会有一封要求加薪的信件 发给国企的 但是我们又没有能够跟他们协商加薪 所以这件事就差一点 其实除了加薪之外 会不会有其他的诉求呢 都想透过一些沟通去反映的 其实都有的 除了加薪以外 其实里面在企业 都有一些津贴 我们以前叫做OT OT中等等的东西 除了加薪以外 应该是每年都跟着一起提升的 但是很多时候加薪可能今年都会有公布 不论多少也好 但是其他的津贴加薪等等 那些提升基本上是不会每年提升的 那变成其实就是要落后了 我们工会就一直跟企业就每年是这样谈 希望每年你的东西提升 那变成其实就是这一个其中一个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在国企里面 有些不同的福利里面是有差别的 那其实我们也希望 透过我们工会和企业去沟通 希望能够在一些福利上 国企大家是差不多 可以这么说 我们逐一说就差不多 不要一间是有一间是没有 我们希望是公平一点 对待我们所有公共企业 有客户的员工 那其实好像刚才所说的 有很多企业是有盈利之下 应该要跟员工去分享经济成果 那其实会不会企业的考虑 那会怎样呢 亦都说我未来会有很多不同的投资 或者是有更加大的发展 所以可能要留下多些盈余的钱 就去做一个储备金 而就可能减少对员工的一些可能的薪酬提升 或者是福利的提升 那会不会公司也会有这样的考虑呢? 你又觉得 我真的不知道公司会不会在这方面考虑 但站在工会的立场这方面考虑是错误的 因为你所有的公司的投资 公司的发展 员工是有份贡献的 你想想这件事 员工是有份贡献帮助公司发展的 那如果你这样说 公司的员工不属于公司的资产吗? 公司是很重要的资产来的嘛 没错 那变成如果你拿着我们这件事 去犧牲了 而贡献在你们的投资上面 但是我觉得 我对我们所有的员工不公平 还有你拿着我们的投资 你今年跟我说 我今年加少了给你 我要去投资 反过来 投资回报会不会又给我们的员工呢? 是不会的 因为公司永远会有投资的 它一直会有发展的 它不会可能停滞不前的 但是员工一直都是为公司贡献 所以我觉得这个未必扯上关系 没错 所以希望其实公共事服务这些企业里面 就应该好好地聆听员工的声音 加上工会提出的意见 相关的诉求 应该要细心去做一个分析研究 其实很多打工仔 尤其是刚才明哥所说 因为员工是公司重要的资产 其实合理地可以和公司一起 分享发展经济成果 这是最基本的一些诉求 而提供一些合理的回报 给员工或者福利待遇 其实才可以令员工加强归属感 以至令它更加投入 或者提升更好的一些个人服务 是回饰回公司的 这些是永远都是离不开 即是打互相的一些协调 以及相关的一些福利的一些待遇的提升 所以希望相关的企业就好好考虑了 好了 今集《公联业话》又来到这里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